北京奧運會2月4日即將開幕 北京實施了全球最健康的防疫要求 所有人必須要接種疫苗 否則要接受長時間的隔離 中共還要求所有人安裝東奧通的防疫軟件 根據北京東奧官方手冊 所有人在前往中國前的至少14天內 要在手機上安裝東奧通 每天報告健康狀況 上傳疫苗接種證書和中共病毒測試結果 到達中國之後 每天通過東奧通會報健康狀況 使用者必須在東奧通中輸入護照 同學班訊息以及健康訊息 東奧通還有實時的聊天 語音音頻聊天 文件傳輸 新聞和天氣更新等功能 專門從事數字安全研究的加拿大 公民實驗室的分析報告顯示 東奧通的加密功能形同虛設 可能導致用戶成為黑客入侵 隱私洩露和監控行為的對象 比如東奧通的SSL證書認證是無效的 這意味著它存在嚴重的加密漏洞 也就是說 東奧通的應用程序可能被騙去 連接惡意主機 允許信息被攔截 甚至惡意數據也會被發回 比應用的程序 公民實驗室的研究員 科洛科爾表示 這些漏洞 不是只與健康數據相關 也涉及到其他服務 有些服務數據 傳輸完全不加密 黑客可以輕易讀取 研究人員還在東奧通 發現一個名為 Illegal words didn't text的文本文件 審查包括2442個關鍵詞和短語 大部分是簡體中文 但也有部分維吾爾語 藏語和英語等 這些詞彙包括大量政治 或者信仰方面的內容 包括批評中共和領導人 法輪功、六四事件 新疆維吾爾人等詞彙 大陸前公安董廣平認為 這只不過是中共借防疫之機 將對中國人的政治審查和監控 用在外國人身上異議 是非常有必要的 你不要把你的資料 帶到中國去以後被泄露 或者說你出境的時候 他要檢查你的電腦手機 有些他不利的東西 他就把你扣下來了 作為對你起訴的罪證 1月19號中共聲稱 在東奧通軟件方面 北京遵守規則、保護數據 但是這款軟件的政策規定 中共可以在涉及 國安事務和刑事調查的情況下 不經用戶同意共享用戶信息 不應該去遵循中共給出的這樣的條件 勝雪指出 中共在盜取這些信息之後 會針對每個人的具體情況進行統戰 包括了解你的社交網絡、行為、愛好等等 進一步的去控制整個世界 那帶進中國的信息的這些人 其實無形中也幫了中共這樣的一個忙 出於對隱私的擔憂 美國保護記者委員會11號已經發問 告訴外國記者知道 在出發前將手機和電腦留在家中 重新購買新設備防中共竊聽 而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比利時等國 都建議運動員將個人電子設備留在家中 以防中共洩密 董廣平建議可以將一些資料存放在雲端 到中國之後通過一場軟件進入雲端 查看自己需要用到的資料